未来其实只要拿这个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大部分应该都可以派上用场 那我刚改的地方不外乎就是改成那个就是关键字查询的方法 那当然如果你要精确查询就不用加这个了 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加上一个什么呢 自动去抓取最下面一列的方法 不过好像在那个我的云端的那个说明档里面好像也有提到 不过是比较下面的地方 那当然等一下自己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防呆 防呆意义是什么呢 防止如果名称已经存在的话而产生错误 那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地方假如run程式的话 输入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假设已经有菜头 你用输入一个菜头的话 那以那个它的逻辑 它的菜头 以这个以sell里面的实用 它一定是不能够重复的名称 所以呢你如果按确定 它一定会卡在哪里呢 卡在其实猜应该猜得出来 它应该会卡在这一行 那不过一般同学 其实只要遇到这样的错误的话 通常好像就直接直接把它结束掉了 我是建议你用真错了 因为你结束的话 你还是不知道说它到底哪里出错 那所以呢 理论上第一个就是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它到底跟你讲什么错误了 其实它也有一个它这个是一个error call call的话就是它的错误代码 1004 不过这个1004编号 通常你还要去查啦 不过底下会有个叙述 该名称已存在 所以其实按个真错看看 理论上按真错 它会停在那一行 那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主要出现错误的地方 就是这里 这个x它要怎么样 重新命名最后这一个的时候发生错误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了 所以你要重新命名它 它是不允许的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当然 你可能需要在重新命名之前 你可能要先做一点事 或者是说你应该这样讲 在程式怎么样 它输入的时候 你就要先检查了 所以检查的时间 在哪边检查是最好的 其实可能有时候 你要再用你逻辑思考一下 我是觉得它一输入 我就先检查 如果名称只要有重复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先把那个重复 看怎么样比较顺 一般当然 有些工程师最简单的检法 如果有重复的 就跳讯息跟他讲 请自行删除重复名称 对不对 那变成使用者手动要删除 那比较贴心的是什么 他如果又重新查询 表示什么 他需要最新的 最新的查询结果 所以一般 当然你 所以现在就流行 不叫UI了 现在叫UX UX就是站在 X是Experience 使用者经验 意思说呢 使用者需要什么 你要先帮他想好 你不要UI I的意思是Interface 意思就是我管你的 反正我就设计这样了 你就是照我 反正你不顺 那你家的事 可是后来一定会被骂很惨 这设计这样子 那使用者很麻烦 每一次我都还要再 那你不如就帮我删掉就好了吗 不过当然也是对了 可是你UX出现之后的话 以前是 现在有惯老板 现在是要惯客户 惯客户是 客户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只是觉得 我觉得 这个地方你会不会刚刚 帮我改一个逻辑 那以前都不行 可能我觉得很早以前的工程师 可能还是有点专业度 像我以前都是说服客户不要修改 那后来好像变成都不是 客户说要改就改 好 改了之后呢 后来发现说 客户一定会又会改回来 所以你要有个长个版本 是又改回来的版本 因为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 有的时候当然你要取一个平衡点 就是 简单容易又不容易产生bug 我的习惯是这样 你不要让使用者太多的选择 有太多的选择 反而非常容易造成一些 你无法 你没办法估计到底可能会发生错误 那种设计其实是不好的 我习惯宁可就简单就好了 所以呢 我这边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个 我先判断说 他的名称是否重复 那我要怎么检查说 这边里面的名称 到底有没有重复的 所以这里的话 你可能需要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是什么 第几个 第一个不用检查了 应该是第二个 到最后一个 for i等于什么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去尺 点看 就是我们总共有几个 从第二个帮我检查开始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for i 这个地方有个 for i 等于 然后 然后 2到 去点看 next 那做什么呢 帮我检查一下 从第二个开始检查就好了 到最后一个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名称 哪个名称 shitz 瓜糊 第二个的名称 所以你就点name 它的名称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x的话 then 做什么 enter两下 把那个enter 然后end if 如果呢 它的那个名称 相等 也表示重复了 那你要做什么 那把它删掉了 所以你这边可能会多需要再学一个 如何删除工作表 那删除 删除哪一个 删除你找到这一个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后面加一个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 这样ok 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方法 其实你就 先不要打瓜糊点 它这边也会有啦 其实 那个shitz能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啦 新增 复制 算几个 然后delete 还有其他的 移动 比较常用的 这个print print out 是列印 print preview 是预览 选取 然后呢 visible visible 是看不看得到 隐藏 等于false隐藏 等于true就打开 其他这个vpatch 这个我还没用过 然后其他大概比较常用 就我刚刚讲的 大概就这些 除此之外呢 没了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还有一个 不过这个功能 有时候不是很好用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某个范围 要call到很多其他地方去 你可以用这个 大概就是这些 如果你不会没关系 f1按下去啊 也有参考 其中我们是用delete 哪一个delete呢 就是第 r一个帮我把它删掉 ok 好 写完了 不过特别的注意哦 如果你已经删掉的话 记得哦 重复的只会有一个 所以呢 如果找到了那一个哦 那你回圈就不用往下了 因为不会再找到第二个 一样的名称了 ok 所以怎么样呢 记得哦 这边跳出什么 is it sir is it sir 就是跳离什么呢 这个回圈 is it for ok 所以哦 以后呢 如果你假如说 城市已经跑完了 那你就不要再让它继续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试一下 这个地方 当然你城市如果这边错 你可以把它 那个什么呢 倒车啊 其实VBA 我觉得它设计工具 这个地方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使用其他工具哦 要让城市倒车 还是很麻烦 而且很多工具是不能够倒车的 只能够执行完 那VBA 或者Visual Studio也一样 它可以怎么样 让城市拉回来 我写完了 所以我的习惯错了 没关系嘛 停下来 它中断模式 可以我 针对那个问题去解决的部分 解决完之后 把城市拉回去就好了 拉回去怎么样 让它重跑一下 那我可以配合F8 F8就是 组行去看一下 我城市到底有没有写错 然后呢 它会找 是不是 菜头对菜头 没错嘛 对吧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就是把它Delete OK 不过 它这边有个缺点 它会跳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当然你 基本上一定要按删除 可是如果你按取消的话 也不行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Alone 可是实际上 目前只有一个 所以它跳一个 你不会觉得这样 可是如果你以后有批次删除 如果100个工作表 它会跳100次 那当然就会很麻烦 所以理论上 应该也要把这个关掉 不然的话 使用者如果按错 那也会发生错误 所以要怎么样 让它关掉 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 你可以在城市里面 再加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的话 叫做Displace Learn 把它关掉 这边的话 OK 不过我先把它删掉好了 删除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原来的工作表 不见了 然后呢 跳离了 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让它再继续帮我筛选 不过因为我现在的那个工作表 好像位置不对 所以我先把它停掉 重新再来 这个先删掉 然后再来就是把这边的资料 这筛选记得把它取消掉 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我们再一次 假设小咪好了 一样 这个小咪 OK 那刚刚的话呢 就是会产生错误 我们现在怎么 删掉小咪 重新建一个新的 按确定 它会跳一个 按确定 好 有没有 新的小咪就出现了 这样的话 可能比较合理 不过 还有一个错误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那它如果一直跳什么呢 跳那个删除的时候呢 一直跳 那个要是否删除的话 那当然会很碍言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要 不要跳了 你以后遇到删除 直接删掉就算了 如果你需要 你希望它能够不要再跳的话 记得利用什么呢 利用application 前面也讲过 application 它有权利怎么样 把它关掉 所以application 点什么呢 它也叫displace learn displace learn 这个属性的话 就是要不要开 你把它关掉 OK 然后呢 记得呢 delete完之后呢 记得再把它打开 因为如果你没打开的话 以后呢 像很多地方都需要 align 它也就不跳了 很多地方 像e-sale里面蛮多地方都会 所以记得哦 把它 force 再打开 那最后试一下 如果老王好了 这个地方切过来 我们来看 假设老王 那刚刚为什么要跳 是否删除 现在呢 完全不会问你了 直接就自动帮你把它放过来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 不会产生错误 那这是房呆一 房呆二的话呢 就大概有个 二是什么 按确定 如果直接按确定会怎么样 它又卡住了 应用又是1004 应用程式里面的叙述不一样 增错一下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又是一样 你要重新命名 可是你却没有给我任何东西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会产生错误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要把这个一样停止掉 删除 如果我要避免什么呢 这个一样 切回来记得把筛选一样 一定要把它恢复 不然你下一次再筛选会产生错误 那所以呢 我如果按一下它 假如我不希望房呆二 如果我不希望怎么样 使用者没输入 就直接跑的话 一样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当它输入之后的话 你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如果一复 它输入的东西 X等于空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 end if 这边其实只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做什么呢 跳一个讯息给它 messagebox 空一个 请输入 业务名称好了 那记得 跳一个收入讯息 后面逗点一下 逗点之后的话呢 给它一个叉叉好了 那它后面有一些 这个后面是icon 你要不要icon 我加一个这个icon好了 然后呢 最后记得呢 后面程式一定要补一行 叫 is sub 意思就是说 程式到此为止 不要再往下 不要再往下跑了 因为如果你让它继续往下跑 它还是会继续查询 所以记得呢 如果 第二个房呆是 如果它里面没东西的话 那就是 直接跳一个警告 并且离开城市 我们来试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这个有错吗 按确定 请输入业务姓名 这个XX就是我刚刚逗点后面那个 那个那个参数 按确定 它就跳离了 房呆二部分 那最后 大概还有个房呆三 什么房呆呢 如果你输入那个业务姓名 是没有资料的 那当然你就要跟他讲说 你查无资料了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讲的那个房呆一在这里 所以在输入之后 那房呆二的话呢 记得 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可以把它放在X下方 或者是 这个房呆一的下方 其实都可以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如何避免那个 工作表名称已经存在 然后呢会产生错误 第二个是 如果呢 使用者没有填写任何的资料 的时候 当然也不能让他过关 所以这两个呢 请各位 这两个房呆 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的话呢 还有查无资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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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